Hello,大家好,我是Pauline 我终于完成接种疫苗了 那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打疫苗的过程都经历了些什么 还有些小小的知识点 首先,我注册了这个AstraZeneca疫苗 在两个月前,我打了第一剂以后 就开始身体产生了这个免疫反应 当天晚上就开始头疼 睡觉时还忽冷忽热 完全没有胃口吃东西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大概一天半左右 过后就完全没事了 两个月后,也就是昨天晚上 我打了第二剂疫苗 完全没有任何的免疫反应 那说到接种疫苗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都在犹豫这个问题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应不应该打疫苗好啊 那首先,我们常听到朋友讲 打了疫苗以后,手臂就会红肿 发烧,疲劳 整个人很虚弱,很不舒服的 那我们都不称这些为副作用 而是免疫反应 这些免疫反应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当一个外来的物体进入了我们身体以后 身体是很聪明的 会把这些外来的物体给抵抗 消灭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反应 那当然,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会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好奇 不同的疫苗牌子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哪一个牌子比较好? 不同的疫苗其实有不同的保护方式 基本上全部都是让身体产生B细胞 T细胞的记忆功能 让身体记得这个病毒 当将来有这个病毒清晰的时候 免疫系统它懂得如何去做出抵抗 那大家都 不同牌子的疫苗 那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 它是辉瑞新冠疫苗 它是适合12岁以上的人注射 必须注射两剂 而且它的这个注射的相隔时间 是三个星期左右 打了第二剂以后 需要至少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给身体制造这个B细胞 还有T细胞 产生这个自身的抗体 antibodies 才会受到真正的保护 那这个Pfizer是使用这个mRNA的技术 也是属于新种类的疫苗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这种科技的疫苗 它的生产速度非常的快 科学家 他可以从这个virus里面 提取了它们的基因 然后就放进疫苗里面 只要在电脑和实验室 做出这个基因排列 基本上就可以制造出mRNA的疫苗 当那个疫苗打进我们身体以后 它就会指示我们的细胞 做出这个spac protein 也就是在virus上面的这个蛋白质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意识到 它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就会开始去攻击这个virus 所以我们打完针以后 就会发烧 其实是正常的 过后我们的身体就会记得 这个不是我们的东西 这是个covid-19的virus 所以当下次那么不幸的 感染了这个covid病毒 我们的身体就能去抵抗它了 这一类的疫苗 它是不含有这个病毒在内 不会为身体注射这个病毒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最近就有很多人讨论 mRNA的疫苗会导致基因突变吗 应不应该打Pfizer的疫苗 那根据官方的资讯拿CDC 它这个mRNA的疫苗 是不会导致基因突变的 因为mRNA是不能进入细胞里的DNA基因 接下来就是第二 这个extrazenica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它是适合18岁以上的人注射 而且它是有两剂 它的这个注射的时间 是相隔在8到12个星期 它是使用这个病毒载体疫苗 也就是viral vector 它用的这个载体 就是腺病毒Adenovirus 这个Adenovirus 它是一个大家族的名称 科学家当然就会选择 用无害的Adenovirus 那科学家他会把这个Adenovirus的基因 给改变 它就不会那么大量的繁殖了 但是这个载体注射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 却能让免疫系统 产生自身有记忆的这个抗体 我们的免疫系统 把它认为比较接近自然的一个感染 所以这一类型的疫苗 它的免疫反应就会好很多 有一点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这一类的疫苗 它是不会产生出一个活的冠状病毒 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 Adenovirus的这个基因 被改变了以后 繁殖能力变弱 所以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的病毒 与疾病 那第三就是Sinovac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它是适合18岁以上的人注射 而且它是有两剂 中间是相隔3到4个星期 它是属于这个灭活疫苗 Inactivated Virus 在过去那么多种类的疫苗科技来说 这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方式 也广泛的被使用 制造这种疫苗 需要先把病毒给杀死 再注射进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疫苗 它是不会带来任何的病毒与疾病的 因为病毒已经死了 也是因为它是死的病毒 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威胁性 免疫系统它就会产生不大的反应 所以一般的这个Inactivated Virus 它会加一个佐剂 就像一种刺激物 来刺激这个免疫系统 那么免疫系统的反应就会稍微大一些 让身体产生足够的抗体去保护我们 那以上所有的这个三种疫苗呢 其实都不会把真的病毒 给打进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是不会因为打了疫苗 而给我们病毒还有疾病的 大家不需要担心 而且打了疫苗以后 它的好处是远远大于这个风险的 为什么我们要打疫苗呢 那第一 避免传染给别人 第二 避免自己得到这个病毒 第三 避免中了COVID以后 它能减少得到过后的这个严重性 那第四呢 就是要达到群体免疫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都在说这个群体免疫 它到底是什么 就是只要有大约60到80%的人口 它需要完全成功接种这个疫苗 我们大家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 才能真正中止这个病毒继续繁殖传播 以目前马来西亚的数据来说 只有14.6%的人口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了 那我想在这里呼吁大家 有疫苗打 就要赶紧去打 赶紧去注射疫苗 那希望我在这里小小的分享 能够帮助到在座的各位 谢谢大家 拜拜